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灰狼群豪 庞若吹号 属于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的明尼苏达灰狼队 在主场连续两次名号告诫之后 于4月28日晚间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和太阳队交手 在上半场以61比56落后的形势之下 终局前19秒借助一次近距离的爆扣 以122比116得胜 以四连胜战果过关 继续向季后赛第二轮争胜的目标挺进 灰狼队于是地血球队的记录 首次在季后赛连续四次击败对手 明尼苏达灰狼队成军已经有35年 曾经12次晋级季后赛 然而始终和年度总冠军无援 这是灰狼队连续第三年晋级季后赛 自从2021到22球季以来 球队已经连续两年于季后赛第一轮就止步 灰狼队在例行赛季战绩56胜26百 是组建球队以来历年战绩名列第二十 灰狼队和太阳队历年来对抗的战绩是45胜83百 其中在课场的成绩为20胜47负 灰狼队当晚是在17071名课场球迷关注之下出赛 灰狼团队全场投篮命中46.1% 三分球命中率41.7%有44次篮板球 其中包括27次防守篮板球以及12次失误 因此损失25分还有6次火锅 太阳队团队投篮命中率有51.4% 三分球命中率有38.5% 还有33次篮板球和12次失误因此损失14分 客队曾经最多领先4分而主队则领先过14分 灰狼队的22岁先发得分后卫爱德华 Anthony Edwards最近5次出赛 5次都是全场得到13分以上 此战则上阵长达40分钟57秒 23次出手投篮命中13次 命中率56.5% 全场攻下40分 三分球投13中7 10次罚球7次得分 还有9个篮板球 6次助攻 1次抄截 2次火锅 是全队在场最久和得分最高者 灰狼队于季后赛首度和太阳队交锋时 就以120比95胜出 太阳队在例行赛季82次出赛 只有6次遭到压制得分在百分之内 彭广阳 2024年4月29日 好 我接近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